国人习惯年节的餐桌上有那么几道好彩头的大菜 祝福来年好运连连 大菜的制作虽然麻烦 一想到聚会时兵煮敬欢的场景 主厨们倒也不介意搭上时间 趁着圣诞新年假期来临之前 今天就来做一道招财敬宝的豆腐箱子 用新鲜豆腐做箱子 势必要经过油炸的工序 好在我手中有理想的油豆泡 就跳过了起油锅的麻烦 省了油炸的过程 掏箱子的细致却省不掉 切得方方正正的豆腐一下油锅 大都被炸没了棱角 做豆腐箱子尽量挑选线条 仍有几根清晰残留的 剪刀的刀尖从离豆泡顶端 一到两毫米的地方进入 先平平地剪出一条缝 不要剪到头 再离边缘一到两毫米的地方 刀尖转90度 朝一头剪开 当剪到了刀尖离另一端的边缘 还有一到两毫米时 再次打住 抽出刀尖回到起始的位置 90度朝同一个方向剪开 剪同样的长度 剪刀再次深入豆泡内部 顺着已经剪开的形状 再平平地剪一刀 将剪好的豆泡皮掀开 用吃水果的小叉子 顺着油豆泡的内壁 将炸成蜂窝状的豆腐 慢慢地掏出来 这个掏的过程要小心 尽量不要把油豆泡戳破 直到油豆泡被掏得 只剩一层金黄色的外壳 空荡荡的箱子就掏成了 箱子里的五色搭配奇迹荤素 7个油豆泡的用量 我准备了9克金黄菇 泡发后切成碎粒 15克豌豆 27克胡萝卜丁 45克肉丁 30克虾肉泥 调味上我选择了鱼香味 调料有30克泡辣椒碎 15克皮鲜豆瓣酱 20克白糖 10克香醋 18克姜米 15克蒜末 另外20克淀粉提前泡好 先来调味箱子里的金银财宝 烧一锅开水 将豌豆和切好的胡萝卜丁 香菇丁倒入开水中 汆烫约一分钟后 捞起控干水分 将45克肉丁和30克虾肉泥 倒入搅拌碗中 加入大约3克姜米 撕碎少许油豆泡里掏出来的豆腐 放入搅拌盆中 加入大约10毫升生抽 1克白胡椒粉后 朝一个方向搅拌 调匀味料 然后将香菇丁 胡萝卜丁和豌豆倒入搅拌盆中 加入3克姜米后 调和均匀 为了追求色彩的多样性 我顺手将两片白菜心的嫩黄叶 切成小丁 加进去一起调和 取一个较小的容器 打入一个鸡蛋 往鸡蛋中加入一茶匙水淀粉 和鸡蛋一起打散 直到水淀粉和蛋液融合在一起 掀开一个中烘的豆腐箱子的盖子 将调好味的馅料舀进豆腐箱子里 每一勺馅料放入后 用勺子底部轻轻地挤压一下箱子里的馅料 再填入下一勺 以保证豆腐箱子被塞得结结实实 满满荡荡 往塞好馅的豆腐箱子里 浇上一些鸡蛋淀粉叶 箱子盖和内馅接触的地方 也可以抹上一层鸡蛋淀粉叶 关好盖子 豆腐箱子就封箱成功了 所有封好的豆腐箱子一起放入蒸锅中 上汽后蒸十分钟 一旁炒锅中倒入约二十毫升烹饪油 烧热 加入三十克泡椒碎和十五克皮线豆瓣酱 炒出红油后 加入姜米和蒜末 炒香 随后加入约十毫升料酒 稀释锅中味料 再加入二十克白糖 十克香醋 炒出鱼香味来后 将水淀粉搅匀倒入锅中 快速划炒 让芡汁变得浓稠 关火 炒好的酱汁浇淋在蒸好的豆腐箱子上 撒上葱花 鱼香味的豆腐箱子就可以上桌了 我用蒸制的手法躲过了四川民菜香香豆腐的两次油炸 避免豆腐箱子太油腻的同时 也牺牲了酥脆的口感 却歪打正着的让焦零的川味鱼香汁 更好地裹住豆腐箱子的表皮 一口咬下去 口感和味道的层层递进 让尺尖的寻宝变得越发有趣 当装满了象征金银财宝的豆腐箱子上 被浇满寓意红火兴旺的酱汁被端上桌来 年节大餐渐入佳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